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TC模玩秀,我是TC 那么经历过上一款MARFACE系列产品的大面积崩溃之后呢 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小伙伴和TC一样去坚持在去预定他们家的产品的 那么在接到觉醒初号机的补款短移之后呢 我也是义无反顾的去交了钱 主要是想第一时间给他去拍视频去排排雷 但是买来之后呢,他却一直去躺在我的快递盒堆当中啊 不忍心去拆开他的抛装 就像和钱人的聊天记录一样 你去翻翻他有可能会回想到过去的种种甜蜜 但有可能去回想到分手时那撕心裂肺的痛苦 那么TC今天就拜托大家一起来了却一下我的心病吧 包装方面啊,他仍然是那么熟悉 同样粗糙的大头罩,同样能一览无余的透明开窗设计 还有背面的pose展示 只是色彩基调从普通版的蓝紫色换成了觉醒之后的橙红色 那么丰富的配件先放一边 我们先检查一下上次严重中奖的左臂隐隐和白痕 还好还好,这次没那么严重的中奖 你还别说,大龙线也是收敛了不少 整体的紫色也是相应的换成了夜站的那种身子 竟然有点小惊喜 这里是皮外交易之后留下的痕迹吗 刚想夸这次品工不错 那么收拾一下心情,我们来上手把玩一下 试试整体的手感 毕竟上一次可动和关节也是反射很严重的 关节紧实程度其实还不错 掉件问题目前也没有发现 这次Muffix确实是下了功夫的 那么直到我看到了AT立场的手臂 我知道你的手肘和手腕关节喷白漆 是为了做出界面的效果 然后遮挡了一下关节出的螺丝之类的 但这样的效果简直像是你涂了渗水之后起的白雾 这条正常状态的手臂和拘束器我不要了 你再给我附属一条白骑式那样的通透造型手臂行不行啊 替换胸甲这一点我还是挺喜欢的 毕竟觉醒战斗力爆表的时候呢 胸口的核心啊并没有爆开来 最后就林玻璃女神的时候呢 才是真正冲破拘束展现了女神探 但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根旗带电缆是干嘛的啊 觉醒了还需要你这破玩意儿呢 所以说啊 觉醒初号机更多还是原先普通版本的幻色冲突 还阉割了上次我觉得相当不错的武器配件 附属了少料新贵的配件 光圈整体的一个珠光器啊也是涂得不错的 通过一个球形关节和脑袋后的空洞啊相连 这点我觉得比白骑式的半圆形卡位要做得好 这样一来投在摆出不同的角度的时候呢 总能把光圈调整至水平的状态 那就到了最后的结论阶段了 如果你想问我这款Muffet G1初号机 值不值得去购买 或者说是后续的Muffet EVA产品线 值不值得去预定 我会去劝退你 但是我仍然会保持对于这个系列高度的关注 就是因为它走出动画的那种超棒的还原度 再加上这次的贫固和关节问题啊 好像有了大幅度的修正 所以啊 人就容易满足 虽然说我能够预料到RG初号机那不错的素质 还有奥魂初号机新出之后 成品部和拼装部的新一轮的战争 但是EVA的新品潮真的有可能只有这一波了 因为明年2020年呢 将是最后一部EVA新剧场版结局 所以说厂家才会趁着这个热度啊 平民的去发新品 那么大家就赶紧去抓住这一波EVA的新品潮吧 并去见证这样一个持续20多年的IP的结束 人的一生能有几次呢 好 那么今天的TC模玩秀就到这边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